Hello 大家好 我是私家偵探Aros 今集就是帶大家去吃這個 充滿香港味道的茶餐廳 而這家茶餐廳 我就在Instagram那裡見到它的 另外我有幾個朋友都有來吃過的 所以我就搭車過來 去吃一下它的食物有多麼好吃 我看到它的IG的照片 那些妝環非常之有香港的味道之外 因為它的食物都很像香港的 我看到它就好像有特餐、快餐、常餐那些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我買一個常餐 常餐? 常餐有什麼東西吃的? 跟特餐一樣 那特餐是什麼來的? 跟快餐差不多 其實這個餐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一個粉麵的東西 例如雪菜有鮮米 叉燒湯耳粉 沙爹牛麵 再加多一個多士的東西 再煮一杯飲料 這就是所謂的 特餐、常餐、快餐那些餐 那我要兩個常餐吧 吃餐之前 大家如果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分享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 那下條新的影片 你就不要錯過了 另外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TikTok 那我們現在出發啦 這個綠底白板紅字的招牌 是否令你想起在香港茶記的招牌呢? 朋友冰室是一間剛剛開業 休閒的港式茶餐廳 是由一對來自香港的夫婦經營的 餐廳裡採用了經典香港茶記的裝修 有小時候在茶記看到的麥鋪平面小瓷磚地板 懷舊的桌椅和卡位 這間茶記主打是港式美食 價錢亦非常貼地 當然是咖喱魚蛋 再來一個西多 這個就是常餐 香港人會吃粗菜米多 煎蛋 再加一個紅豆冰糖 大件夾好味 超厚的西多士 上面有一塊牛油慢慢融化 另外它會給你一支大大絲的糖漿 記得要淋上 然後再慢慢切開西多士 裡面的夾心就是超香濃的花生醬 內脆內軟 非常之香口 大家記得要點這個西多士吃 這個就是每一間香港茶餐廳一定會有的常餐 我點了香港人通常會叫的雪菜肉絲米 再加一隻焦邊蛋 配上多士 這個就是在香港茶餐廳一定會有的常餐 感覺就好像小時候讀書放午餐廳的時候 充滿回憶 雪糕紅豆冰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放了學我都會跟同學仔 在學校附近的茶餐廳會叫一杯紅豆冰 它是一杯充滿童年回憶的經典港式 紅豆冰 這裡的招牌菜式 咖喱魚蛋 4元有5粒 彈牙入口 不得不肆 這個港式咖喱魚蛋 就厲害了 聞下去也覺得美美 當時是香港教琴 一堂接一堂的中間 我就會去切一串魚蛋去吃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吃飯盒 但又很好 要麼吃麵包 要麼想吃咖喱魚蛋 因為它有點辣 所以就精神一點 這隻蠟 是會令你很精神 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呢 大家有沒有聽到它的背景音樂呢 是熊祖兒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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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歌就是我那個年代會聽的歌 我那個年代是比較少聽 《記戒天王》 《寺安》那些歌 都會聽 但是主力是聽這間餐廳播放的那些 就是蜜春 《熊祖兒》那些 《煙航流淚》那些 它就在播放 它一直播放的時候 你一邊吃這些東西 很有回憶 最重要是這一杯 《熊豆冰》 想多年 我讀中學的時候 午餐的時候 就會去喝一杯《熊豆冰》 這個時候加了雪糕 不過它... 它... 喝完了 喝完這個《熊豆冰》 簡直是覺得自己 回回青春 這個《熊豆冰》 令我想起讀書那段時間 如果你問我 整個《熊豆冰》裡面 最開心是哪個時刻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是讀書那段時間 但是在我來說 我又不是 因為... 我反而有點後悔 因為... 我讀書的時候 都比較... 不太用功 又不算頑皮 但是會過嘴 我只是會覺得 讀書那段時間 是我... 最後悔的時間 因為我很努力讀書 當我... 老公看到我成績表的時候 我老公說 其實... 是... 沒有學的 那我一比 大哥 他那些... 不知道讀什麼書 然後不用讀書 都好像拿第一那些 那些... 那些怎樣讀都拿不到第一 嘛 為什麼我不用心思讀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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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懂得播放播 然後那些我就忘記了 我連我自己的中文名 都不會讀 這個西多就厲害了 好厚的喔 然後呢 裡面呢 就有那些... 花生醬 然後呢 另外呢 是會... 給一支 任你筆下去 就是... 是... 都可以的 在香港呢 用這些蜜糖 或者糖漿呢 都是任你下的 就是... 會給你一瓶東西 然後呢 就任你下 就不會說... 給你一個份量 就是這個份量 就沒有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香港的 一件事我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 因為這個是甜的嘛 這個是甜的嘛 那應該是吃完之後 會... 很肥的啦 對不對? 但是我又沒有 媽生的 絲生的 我老公呢 有問過我呢 就是為什麼呢 香港茶餐廳吃的東西呢 其實你在家裡煮都可以的 例如那些... 麵包啊 中間夾塊牛油 你在家裡自己煮都可以的 或者這些... 雪菜和鮮米啊 或者那些... 五香肉丁麵啊 或者沙爹牛麵這些 其實你可以在家裡煮的嘛 那為什麼要在茶餐廳吃呢 這個呢 是非常之好的嘛 那時候呢 我就跟我老公說了 因為香港人呢 是追求這個快感的嘛 一速到那個快感啊 早上起床 已經很趕時間了嘛 難道還在廚房裡面 慢慢煮嗎 煮完之後 又自己洗碗嗎 通常呢 就會沖到茶餐廳那裡 就會吃一個早餐的 那我午餐就吃一個特餐啦 那下午茶呢 吃一個下午茶餐啦 最重要是快 現在呢 那頭訂單呢 大約三分鐘都不用 就出到餐 然後你吃完之後呢 就立即走進去 很快的 那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星馬的朋友 或者彩灣的朋友 來到香港呢 他們都有一個問題的 就是 為什麼呢 香港吃東西呢 好像很快啊 那些趕你走 其實不是的 是因為我們香港人吃東西 真的很快 就是吃這些特餐 常餐 快餐 茶餐廳那些 是很快的 基本上呢 叫了之後呢 它三分鐘左右 就立即上了 那 那 太快了 那所以 如果你本身 你其他國家 或者你其他地區 吃得 比較慢 比較寫意的話呢 就可能會覺得 香港很快 特別是茶餐廳 所以我老闆問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它接受不到 香港的那種速度 你明白嗎 因為呢 真的是比較慢的 雖然現在呢 做事的方面 都快了一點 但仍然呢 都是屬於 慢那種的嘛 那所以呢 他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香港人 要去茶餐廳 去吃一些 家裡都可以煮的 麵啊 飯啊 就是因為 快咯 快 快 快 今集呢 就拍到這裡 如果大家呢 都喜歡這一類的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給個like share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 訂閱我的channel 按旁邊的風仔 那一條新的影片呢 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呢 都可以follow我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tiktok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 好 我们下集見 下次再見